如何移動節奏 你要看什麼地方你覺得需要 不是隨便說 我喜歡慢就慢 而且你每次都不會做同樣東西 譬如你開頭 這裡有三連音 然後後面 你不會兩次都做同一個 這個位置你不會做同一樣 每次都慢一點 那邊有時間或者大聲 就算做大聲 你的Crescendo可以是 很少的 不一定要大聲 很誇張 你會聽到它是Rising Ascending的一個Line 這個可以多一點 好 那為什麼要多一點呢 很簡單 我通常會問學生 為什麼你要做 你要想一下為什麼你要做一些 不是隨便做 你要解釋到的 比如這個 很明顯這個是 矮一點 它的音低一點 上去的音 第二個是 這個是高一點的 第一個是Bb 第一個是G 這個呢 就最簡單 但是你要看那個 Melodic的 intervals 我經常跟學生說 他們很少留意 音與音之間的距離 那個音程 那個音程說了很多 不只是想想 比如 這裡 這個呢 就是一個second major second 然後就是一個5th descending 然後這個呢 好 這裡呢 就是一個4th 然後呢 其實這裡是一個diminished 5th 都是 好了 但是呢 就不只是這樣 比如這裡 那這裡呢 是一個step 再一個3rd 再step 但是這個呢 是一個arpeggio 那arpeggio是軟一點的 就是說它要抱高一點才上去 是再辛苦一點 你那個rising是一個闊一點的距離 是嗎 上去的distance是不同的 就是它要再climb up 就像你走山一樣 你走兩步 容易一點 走樓梯 不如這個 哇 這個要跨大一點的步 就是你的腳也要抱高一點 是嗎 你要reach它上去 也是一個高一點的tod 那你的scenery也漂亮一點 是嗎 你上去的山 山頂 你這個 哇 真的呢 飽覽那個圍港 這樣 是嗎 好了 而且下來呢 這個上面這個 這個5th 這個perfect 是舒服一點的 是嗎 現在還有其他東西 就是聽到那個chord 這樣是嗎 等一下我再講一下那個harmony 但是這裡呢 就是 你聽到這個sense of completion 多一點 這個呢 這裡還沒有結束的 是嗎 Fatty 因為這個位置 這個natural 是要 你一定要去resolve 去後面那個 這個chromatic 是要resolve 去後面那個人